一看到比卡索画作小朋友兴奋到不行 立刻拿起手上平板蹲坐在一旁临摹作品 但这样的举动却引发官方人员注意 要家长制止小孩 妈妈气得发文控诉说孩子安静的临摹 完全没有干扰任何人 工作人员却上前说不能临摹 还不断指责更再次强调馆内只能拍照 我觉得临摹只要不影响到别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这是很难得的展览 你很久才会有遇到这个一次 但如果可以来这边临摹 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机会 高楼市立美术馆内六月底登场的瞬间特展 展出比卡索画作 周末吸引大批人潮观展 民众边参观边听导演讲解 也不忘拿起手机拍照 这些都没问题 却因小朋友临摹这个行为引发争议 其实没有明文的限制 就是说是拒绝这样的一个参观的方式 那是说在现场第一线的这个展场管理上面 这个我们同仁比较缺乏经验 官方澄清并无明文规定 一次是工作人员不熟悉流程才会引发纠纷 然而第一时间小编却到po文民众脸书留言 重生站位开放临摹引发网友议认 事后才又更改规定 美术馆事后修改公告 强调在不影响参观动线和其他民众的情况下 开放民众带绘画板或素描本速写 未来也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 机器人确认您纯生意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